是 你看啥呢 没 没 没看啥 我在想会不会有别人来 王君主任 一会儿往哪儿赶车呀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还留一生 老丈人 打 爬 太痛 好好看看 还有没有活的 看看 有没有活的 上到那边 这边 这 金队长 剑影的人啥受到 不知道 夫人 见笑了 我好久都没听过了 如果你还想听的话 我再去给你唱 不不不 不用了 夫人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熟啊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不 我们从来没见过 不不不 我们肯定在哪儿见过 只是我一时想不起来罢了 怎么了 夫人 你生病了吗 我走了 不不不 要不 我带你去干净室 不用 不不 夫人 爸爸 这个阿姨是谁啊 爸爸也不认识你 金 金队长 这都打了圣仗了 一会接你的人带着武器 况且他们看见这满地的死人之后果 金 金队长 我 我主要是怕伤害你啊 好 兄弟 待会儿等着回去喝庆功酒吧 队长 你看 他还给我活的 季孝 淼淼竟然说你是好警察 你是淼淼的同学 对 我叫周文俊 好 放开他 放开他 快 快 吕队长 还有多远啊 没有多远了 我估计王军啊 现在已经在那儿了 咱们速度得快点儿 走 回去喝酒 王军 王军 回去喝酒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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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敖毒 听门也是敖毒 王军 剑之主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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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йте 王军 王军 人民是会记住他们的 王军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损失很大 上次的汇报说过几天有一批枪支 全是进口枪支 并且谈好了价钱 现在这条线就这么断了 老王为我们捕损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笔杆子 没想到小猪土之意 杜贵田玉明这个叛徒 绝不能让田玉明再危害我们 必须把他铲除掉 马部长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我认识田玉明 我要让田玉明知道当叛徒的结果 好 你马上出发 我让小车去送你 警备员 到 林吕小王 送吕清源同志 立刻赶往西安 是 有没有再给你派个助手啊 不用了 我一个人 更分别 好 马上出发吧 是 好 好 行了 跟我在一起 你还怕啥呀 金队长 明强好董案解难防啊 金队长 这我带起陕美的人 马上就会派人来刺杀我呀 怕啥呀 这不有我在吗 我说了 这明强好董案解难防啊 就算是陕美那边派人来暗杀你 那暗杀你的人总得认识你吧 可他总不能当着我面杀我吧 行了 你就不要再起人忧天了 如果陕美那边 真敢派人来暗杀你 那我就杀他个片脚不留 老子还等着 多抓几个共党立功呢 给我赏钱那个事 程局长签字了吗 给你赏钱那个报告 已经打上去了 还得再多等几天 金队长 我这心慌得很的 你怎么办啊 慌傻呀 钱已经是你的了 程局长签个字需要那么多天吗 大批会议不就完了吗 站着说话不腰头 况且你要的数目也不小啊 再说呢 我们程局长这几天 正办着一个大案子 啥大案子 最近日本鬼子派了不少特务 混进西安城 一族特务的任务 就是指示鬼子的飞机轰炸目标 另一组特务的任务 就是盗取 从韩城到铜关的黄河防卫图 金队长 可不敢叫鬼子盗走了啊 盗走了咱黄河守不住了 放心吧 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 都重兵把守着 笑啥呢 虽说你已经投靠我们了 但刚才你说的那几句话 还算是个爷们 我还是明天到庙里烧香拜拜 求城局长赶紧签字吧 你还信这个 信泽灵啊 那照你这么说 我想到副局长 也得去烧烧香了 事实无妨 事实无妨啊 行啦行啦 来 喝酒 放心吧 过两天你就会拉着你的银子 远走高飞的 来 好 干了啊 姐 姐 你们事不 夫人 真巧啊 在这儿又碰到了 你想干啥 好 您别误会 我看这位夫人 昨天好像身体不适 夫人 您是不是生病了 没事没关系 我没事 自己的身体要紧 千万不要费记记忆 我带你去医院 我认识一位大夫 不用不用了 谢谢啊 你没有看过西医吧 我姐不看西医 夫人 你不知道 如果这个病看中医的话 要调理很长时间 看西医好得快 淼淼 金香 淼淼 好 等我说 金香 东叔 这女人咋的 金香 怎么没礼貌 应该叫阿姨 杜会长 心意真的那么好使吗 去了你就知道了 好 走吧 姐 要不咱看看 夫人 这边请 淼淼 前段时间我一直挺忙的 也没时间过来找你 你今天有时间吧 我请你吃顿饭 今天不行 改天吧 淼淼 你还去不去 我去我去 金香 我先上车了 哦 天玉明 这次你可立大功了 哪里哪里 是大家的功劳 你立了大功 打算去哪儿啊 我哥告诉我一句话 有句话叫 十时务者为俊杰 这话是啥意思啊 这个你自己想吧 慢点 叔叔 快点啊 好嘞 把衣服解开吧 没事 爸 因为阿姨捐了一块金砖 所以你才带她来看病是吧 西安城里有钱的人可不少 可是她比咱们家都捐得多啊 娘娘啊 娘娘啊 这可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到底为啥呀 你说呢 爸爸的心思女儿猜不出来 是这样 爸爸觉得她身上 有一股豪气 侠气 一般的女人都爱听啥 桃花扇哪 含瑶啊 还有枯坟 可她偏偏爱听斩膳瞳 而且听得泪流满面 啥 上呼吸道感染 你从来没看过西医 没有 上呼吸道就是气管 到咽喉的这一部分 不要紧 打两天针 吃点消炎药就没事了 打针 打针见效快啊 我不打 你要相信科学 是不是要往屁股上打 那 要不要脱裤子啊 不脱裤子怎么打呀 不行 我不打 夫人 不不不 秋实 夫人不想打针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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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打针 不打针并好不了 你这人啥意思 我姐她不想打针吗 姐 咱们走 夫人 我用人格担保 你要是打针的话 这个病会好得很快的 夫人 我想一个爱听斩膳瞳的人 不会害怕这点疼吧 夫人 请吧 来 趴这儿吧 就这么站着打吧 站着我担心肌肉绷着不好打 那你就往这边打吧 那你就往这边打吧 夫人 你可真有意思 你快打呀 好 夫人 请上车吧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你们为啥不收费啊 以后你看病啊 只管到这儿来 我保证分文不取 你啥意思 盼着我姐生病啊 你这个人 我这人咋了 人家不愿意看病 你凭啥让人家看病 这位兄弟 你误会了 吃五谷 生百病吧 走 别忘了吃药 一天三次 一次两片 明天还要来打针呢 我就知道你不想打针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担心枪没地儿放啊 光辉啊 你说那警察 警察咋了 我怎么好像觉得在哪儿见过呢 不可能啊 咱们二十多年没跟警察打过交道呢 你咋会见过他呢 我就是觉得 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他 可就想不起来了 要是不碰到警察 咱们肯定不会去看病的 姐 有我在你担心啥 就是来一大群警察 我也保证你平安无事 淼淼 你说那个夫人 为啥不让咱送他回家呢 不叫送就不叫送呗 管他呢 这按理说西安的大户人家 爸爸都应该熟悉 可我怎么好像没有见过他 爸 不就是浇了块金砖吗 你咋老想他 梁梁 你有没有注意到 爸爸唱展山童的时候 他好像流泪了 按理说 这是男人喜欢的戏 难道这个女子也如此刚临 恰恰相反 只能证明他软弱 软弱 怎么个软弱法给爸爸说说 爸 你想想 展山童是慷慨激昂的男人心 可是他为啥要点呢 证明他内心欠缺男人的东西 再说了 女儿听了都热血沸腾 有股想杀敌宝国的冲动 那他为啥要流泪呢 是胆怯还是伤感 也许二者均有 何况他连打针都害怕呢 淼淼啊 你毕竟还年轻 你不知道 他点展山童是渴望男人的精神 他流泪是被大义凛然所感动 好了 不跟你说这些了 你还年轻 不懂 爸 我发现今天你的思路有点古怪 古怪 咋古怪 女儿觉得 你是喜欢上他了 啥 你说啥 你说爸爸喜欢他 不不不 不是喜欢 是好感 对 我承认对他有好感 你想想 按理说 这个捐款的事情 都是男人来操办 可他为啥自己来呀 不是他弟弟陪着他吗 那应该是他丈夫陪着他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你去问他吧 好 不提了 对了 淼淼 爸爸想问你 你跟今宵的事情怎么样呢 爸 你一笑不是很开明吗 难道还要干涉女儿谈情说爱啊 啥 你真的跟他谈恋爱 瞧吧你吓的 这算啥恋爱啊 我只是在享受 被一个漂亮小伙子追求的感觉 淼淼 爸爸跟你说正经的 今宵不适合你 他的工作 他工作咋了 今宵是个好警察 可爸爸总觉得 他对你的追求 好像另有所拖 好了爸爸 你不要为女儿担心了 现在我和他啥也不是 田兄 收据我已经替你写好了 签个字吧 好 好 金队长 天兄啊 这可是我再三请求程局长 才给你的奖励啊 程局长 只想跟你一块金砖 但是我对程局长说 光那些药品就值不少钱哪 对吧 那 那谢谢金队长啊 你这下可以把心放进肚子里了吧 是是是 瞧你 嘴都乐得合不拢了 挺兄啊 打算去啥地方过你的桃花园日子啊 我现在有三个选择 一是昆敏 二是成都 三是重庆 要我说啊 成都吧 天赋之国嘛 况且成都的女人 拿着你的金砖 去成都找个漂亮女人 我们弟兄 给你准备了送行的饭局 我们给你见个行 金队长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饭局就不必了吧 那怎么行啊 你就这样走了 显得我多不仁不义啊 九族饭饱了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哪怕是在窑子里过一辈子不走也行 金队长 不是这个意思 我估计现在陕北派来杀我的人 已经到了西安了 就算是到西安了 他们也不可能马上找到你的 对吧 吃完饭 我亲自送你出城门 怕啥 行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 喂 是 天兄 程局长想见见你 程局长 田一鸣啊 听说你要走了 也不跟我告个别 程局长 您看 这不 这不正来跟您道别吗 金砖收到了吗 收到了 谢谢程局长 那 谢傻 那是你应该得的 有啥要求 尽管提 我能做到的都答应你 应该没 没啥了 没了 看你这意思 不像是没有 有啥你就说 说吧 那 那我就直说了 程局长 您看 我背叛了共挡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 能不能给我把手枪 我路上防身用啊 你想得还挺周到啊 这好办 总你们队给他调一支 程局长 我们队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把富裕的枪都没有 局长您放心 我会送田玉明出城的 您放心吧 金队长 还是有把枪我心里踏实些 你胆挺小啊 行了 看在 你给我立大功的份上 我把这支枪送给你 这 田玉明 这把伯朗宁手枪 可是我们程局长的心爱之物 这 这我怎么敢 客气傻呀 拿着吧 谢谢程局长 太感谢了 谢谢程局长 谢谢 谢谢 太感谢了 田玉明 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 你看您 这么多银子 好吃好喝 以后啊逍遥着呢 这真得谢谢金队长 没有金队长 我哪能做出这么好的工作啊 这地方是个好地方 比我们这儿好多了 能多啊 好地方兄弟 那儿都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看 来 弟兄们 咱们祝田兄 一路平安 好 谢谢各位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谢谢各位啊 干了啊 好 好 天兄 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兄弟们都实心实心 给你干了 你怎么就喝这么一口啊 就是啊 感情是一口闷啊 不行不行兄弟 我这脚量真是不行 我这 哪有这么说的 兄弟们 你看都干了 是不是 金队长你看看 我们都干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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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兄待会儿还要着急赶路 你说你们要是把天兄灌醉了 待会儿他要在半道场 遇上打击的土匪 那该咋办呢 啊 尽量尽量 好 尽量尽量啊 行了行了 回去吃饭啊 好好好 随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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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来来来来 来 吃菜 来来来 买上买上 来 天兄 这西药啊还真管用 今天感觉好多了 是吗 你可不能大意啊 药还得接着吃 对了 那个女人不是说 还要打一针吗 还打啥针呢 都好了 这麻子应该到了呀 姐 慢慢的 不着急 这么大的事 麻子她不敢耽误 麻子这个人哪 机灵实诚 可惜啊 就是过不了女人这一关 你以后啊 要经常敲打着点她 对 秋实 你能来看我 我真是太高兴了 你知道 我平时一个人挺寂寞的 我真希望能天天看到你 看你说的 我有我的事情啊 你知道 一个女人 总是缺乏安全感呢 你在西安不是挺安全的吗 好 放心吧 我会尽全力保护你的 这些我都知道 平时有患者吧 忙 不觉得 可是我一旦一个人闲下来 就不由自主的 叶曼 你心里想说啥我都明白 可现在国难当头 再加上 我的工厂也不景气 我得挣钱呢 当然 挣了钱也是以后 为了更好的 支援前线嘛 国难当头我懂 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我只是希望 能够天天跟你在一起 看来 那个女的是不会来打针的 你不是来看我的呀 兄弟们够意思啊 我们走吧 今儿没何尽兴 咋啦 没事 下回头吧 就送到这儿吧 弟兄们 回吧 天兄 我再送送你吧 弟兄们 你们先回去 我再送送天兄 是 是 对 走 好 我带你走的这条小路啊 又近又安全 说句良心话 我是真舍不得你走了 谢谢金队长 这条路还真是脾气了 金队长 你对兄弟这片心意 没事 赶紧赶路吧 走 咋啦 有动静 疯什么 不不不 是啪啪的声音 没那么大的声音吧 有 一定要 你说咱俩搞得跟做贼心虚似的 我堂堂一刑警队长 怕啥呀 是是是 自己下自己啊 兄弟啊 你说像你这样担惊受怕的 以后还咋过日子 就是搂着个女人睡觉 心也不安哪 只要出了西安 到了成都大街上 干啥事我都干 金队长 要不你就送到这儿吧 我还是再送你一程吧 确保你的安全 也好 走吧 秦队长 别送我了 回去吧 那好吧 我就送到这儿吧 你看啊 你穿过这片树林一直笨西走 久安全了 到了成都来方谢 报个平安 一定 金队长 咱俩还敬礼啊 习惯了 走吧 后会有期 对不住了兄弟 警察局是不会留逃兵的 我 我跟你们回去吧 金队长 我给你们立过空啊 迟了 中文字幕方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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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交的货呢到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拉货的车今天晚上已经出发了 我们都看到了 而且车上还有保镖 肯定都带着家伙的 你们确定是拉武器的车 白天我在车行找人搬货我的时候 听老板和一个男人在讲 这几车都是营货 而且千万别麻痹大意 刚才我路过贵府 你看 这不是董辉长家吗 所以事先也没打招呼 就贸然登门摆逢了 郭市长公务繁忙 这么晚来找我 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对吧 肯定不会弄错 掌柜的 我你说你就放心吧 但他们有没有说 进西安的路线 没说吗 没说 我知道那些车 啥时候返回西安 麻子 你先回去吧 打听一下 那两个司机的情况 只要咱们知道 几天回来 他们的路线 咱们就清除了 麻子 别在女人身上犯事啊 郭市长 你的武器再好有啥用啊 整天守着西安城 也不去打小日本 你怎么知道我不打呀 只要蒋委员长一声令下 我肯定带着我的部下 冲上前线 杀他个片甲不留 好 到时候 我一定去给你郭市长 送出征酒 行了行了 咱们也别绕弯子了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倒腾一批军火呀 郭市长 你可别吓唬我 这种违法的买卖 你 你就是借我一个胆 我也摸不着门啊 哼 无风不取辣 捕风捉影 纯粹是捕风捉影 我给你个好价钱 哎呀 郭市长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你就是搬一座金山银山来 我也没有一粒子弹呢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贩卖军火 可是要坐牢的 董会长说什么呀 在西安 谁敢抓你呀 遵纪守法 还是不要惹是生非的好 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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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司机老婆的话可信吗 应该可信 她老婆说她男人走之前告诉她 五天后 留门 留饭 还备战 马导 咋跟掌柜子说话的 我说她是实话呀 光辉 看来这汽车 肯定是走东线 这块大肥肉 咱可不得不吃啊 姐啊 咱们现在这是去哪儿啊 咱们去绍香 拜神求佛 求各路神仙 保佑咱们抢夺成功 你说神仙会保佑咱们吗 你是说 神仙不保佑土匪了 我就是随便问 会不会保佑我 当然会的 我拜神求佛 求佛祖保佑我的两个儿子 能平安无事 我现在呀 只希望他们两个都能活着 我这心里呀 就好受多了 姐 其实说心里话 我真的希望你们母子 能早一天的见面 行吧人 来给多好 但愿吧 会得见 一定会有这么一天 你 爸 人咋能说没就没了呢 前两天还听周文俊说 他想拿着枪去打鬼子 可最后咋死在警察的枪口下了呢 不行 我得去问问京霄 你给我站住 爸 难道周文俊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淼淼 爸 这人世间不平的事太多了 你都管 管得过来吗 再说了 你以为京霄就会跟你说实话吗 别忘了他是一个警察 爸爸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跟这样的人来往 你就是不听 可是京霄跟我说过 他要保卫咱们的家园 只要日本人打进铜关 他就会上前线 淼淼 爸 你还年轻 记住爸爸的话 看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说什么 而且要看他做什么 阿姨 阿姨 您别哭了 您的眼睛不好 要是文俊知道了 会担心的 阿姨 我们以后还会来看您呢 淼淼 让阿姨休息休息 咱们先走吧 你们先走吧 我留下来再陪陪阿姨 也好 那咱们先走吧 淼淼 阿姨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文俊 父母的孩子 你死得太远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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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